下一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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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推薦人蔡昌倩 下一位 老實喔 我推薦一下嘛 你來當推薦人喔 對 當然 幫你的學弟妹推薦 是 因為真的這一次 真的回到真理大學海選 我非常開心 而且看到很多同學 都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先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 好不好 真的很棒 所以現在 我系上的同學 要出來比了 雖然這一位 他曾經在這個舞台 財經系的卡OK比賽 跟我交手過 當然我是以冠軍的姿態勝出 謝謝 但是 財經系的同學 就是這麼堅持自己音樂的夢想 所以他持續地進步 從我離開這個學校 就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拍手一下 這開玩笑了 我都知道 希望他今天可以撐住 為財經系 保留一位過關的名額 但是 他還有一個很棒的推薦人 我們歡迎推薦人 阿咪 謝謝 加油 三位評審 各位同學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15號參賽者的推薦人 我叫阿咪 今天我這位推薦人 其實他是我的大學同學兼隔壁鄰居這樣 因為我們大學同學都住在一起 在住附近這樣 因為他真的很愛很愛唱歌 一天到晚都在唱歌 希望可以用這次機會 把他的好聲音推進給全世界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葉寅君 大家好 哈囉 哈囉 我是畢業於真理財經系的學美 然後 雖然我的外表不是很亮麗 歌聲也不是最特別的 但是我希望讓大家都知道 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唱歌 然後也希望讓大家聽到我的歌聲 謝謝 好,唱什麼歌曲 張惠妹的《勇敢》 同學們給她加油一下 謝謝大家 有主持人昌現 親自推薦的好聲音 到底有多動聽、多吸引人 誰呢 黑暗中 寂靜伸出的雙手 冰冷的空氣 相後 害怕有瘦瘦 路太遠 誰的眼神永遠 忘了跟你一起走 怎樣才會懂 記憶裡 記憶裡 愛因耐總是溫柔 有了這一切 才能不怕黑夜 是我勇敢太久 決定為你一個人 決定為你一個人而活 不能說出口 那麼折磨 勇敢了太久 城市充滿短暫的煙火 無處躲 照亮了沈默 明白是寂寞 我很好奇 其實你唱得滿好的 那時候為什麼會出給蔡昌憲呢 他 台語高很厲害 然後我比較沒辦法逼 這樣 如果我現在來看 我覺得 如果你當時會出給蔡昌憲 是因為 其實蔡昌憲非常有風格 他唱歌非常的穩定 而且非常的好聽 但我覺得 我覺得為什麼 佼佼哥會給你一個差 是因為 我覺得其實你唱歌很好聽 可是非常的不穩定 當然 這個差也是幫蔡昌憲給的啦 因為他不想讓你 這麼輕鬆過關 蔡昌憲你要不要唱兩句 讓我們回味一下 你這個冠軍歌手的實力 我記得我當初在這裡 唱的是一首台語歌 你打敗他的歌曲 但是我今天很瘦心 不要再來這場 我真的 我昨天滑龍之後滑到我瘦心 干我屁事 所以 又不是我叫你滑呢 破音就算了 對啊 我還是唱 來啊 我把我看見 我不是我 有什麼新的歌 你已經帶走 你不愛我 你不愛我 我沒有所謂 你把我擦哪 你不擦哪 你把我擦哪 我沒有所謂 公主就是我 的安慰 你 不好意思,真的太熟悉了 謝謝大家 也謝謝所有的同學 恭喜你過關了 真的 那推薦人要不要也來一首 大家好玩嘛 開玩笑的 還真的呢 謝謝你 恭喜你,英俊 入圍了,過關 謝謝 我家人其實就是今天 剛好沒碰杯啦 但是他們都一直覺得 我應該會再晉級 所以他們希望 下次可以再一次 就是聽到我再一次的比賽 所以他們今天 就是在家等候我的好消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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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問你 哇 白鳳哥 我少下人這樣來那個辣椒 很厲害耶 少下人這樣來這樣 恭喜你 謝謝學長 還有成親戚有過 不然我當推薦人 真的太辣椒了 恭喜 嗨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 城市科技大學參與系 二年級的學生 我叫林若文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情 就是很榮幸呢 在今年四月 可以代表學校到了韓國 參加料理烹調大賽 但也很開心呢 可以拿到金牌 大家都會問說 有什麼秘訣 可以拿金牌 這邊告訴大家 其實就是有音樂 因為長時間都待在廚房烹調 其實是很空虛很乏味 那唯有音樂的陪伴呢 能給我們更多的熱情 更多的動力 還有更多的能量 那今天呢 來到了金牌麥克風 希望可以跟我到韓國一樣 一樣拿金牌 一樣拿冠軍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是鄰居在關渡 我是餐飲管理系二年級 我叫林若文 那今天大家就覺得我穿得很奇怪 對 這是我的戰袍 就是在很榮幸 在今年四月呢 能代表學校到韓國 去參加國際烹飪大賽 那今天給評審吃到的這鳳梨酥呢 可能在台灣還有更多 更古老的鳳梨酥店呢 是最更好吃 可是今天我會想這樣做 是因為我覺得鳳梨酥是台灣的文化 那我希望我們台灣的文化 可以發揚廣大 走向國際 那今天我想 嗯 就是希望 評審們吃到鳳梨酥之後 會喜歡 那也可以喜歡我的歌聲 謝謝 台灣的人才真是多 對不對 你又在這裡在說... 你都要噴... 噴沒出來了 真的還滿好吃的 你先吞下去再講話 真的很好吃喔 很好吃 不錯耶 好吃 真的好吃 可能有點碎掉 就從那個新妝 就坐機車 哆...這樣過來 哆... 對... 又遇到遶境又繞好久咧 有一點 每次錄影對不對 評審就會有好康的 然後觀眾可能就會覺得說 觀眾就會覺得說 我們評審怎麼那麼過分 都自己吃 對不對 還當著你麵吃 吃吃看... 吃吃看... 很厲害的 發表一下感言 好吃 真的不錯 謝謝 欸... 妳看起來就... 滿能吃的 他唱歌也很好聽啊 來報名啊 好不好吃 妳揮手幹嘛 妳幹嘛這次揮手 好問題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用一個成語來形容一下 都是大學生了 榴槤望返 榴槤望返 你把這裡當這個光光聖地 形容食物 請用一個成語形容一下 垂顏欲滴 好 你過關了 謝謝 謝謝評審 不是 我就說孟宜書這個部分 他過關了 但是歌藝還沒有好不好 好好把握喔 好 大家都好喜歡你的鳳梨酥 唱什麼歌曲給我們 今天帶來是 戴愛玲的《愛永遠》 林若文 今天帶著好吃的鳳梨酥 給評審品嘗 他會用好吃的點心 收服評審 還是拿出真實力呢 2個《洛杀鳳梨酥 起碴的too heal 明天我不想 May的守鬥 不想愛往 明天我不想愛往 明天我不想愛往 4月射凱 怎麼要走 你把我放在心上 懂不懂就滴了天荒 你吻我红眼眶 我不再迷惘 手牵手许下愿望 谁的谁的不会说谎 偶尔心受了伤 你从来不说离开 爱永远期待 爱永远澎湃 因为爱有你爱就是爱 爱永远期待 其实我选你选了一个太难的歌曲 其实你应该选简单一点 应该不会这样子 好 好不好 前面那个拍子很难去 你知道太乱了 到后面那个地方 整个音色是尖尖的 好不好 其实你某些音语是好听的 你要找到那个地方 好 虽然我不想要再直接告诉你 凤梨书的第三个字是不祥的预兆 凤梨书 来 准备好了没有 这样我不好意思讲下一首歌的名字 糟糕 又是一个不祥的名字是吧 说出来 说出来 末班车 不不不 还有点 是顺子的回家 很好啊 搭末班车回家嘛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真的不要迷信 OK 请开始 加油 加油 别再哭 就让他走 再多痛苦的等候 相信我也难缠手 悲伤也不再留恋 你却一遍又一遍 出现在想你的夜 别说不还有结果 永远永远 别说分手 而你 要分手 你会做凤梨书 所以你知道凤梨书是有火候 对不对 你在做它的时候 其实你很注意到拿捏 对 唱歌也是一样 你要拿捏 要享受它 不要去做多过于自己能够负担的东西 好 好不好 下次再来 谢谢 我觉得有一天 因为比赛也不是每一场都赢啊 就是一步一脚一经验慢慢累积 有一天会是更清派一点 我觉得 歌唱比赛跟除以比赛一样 我觉得是一定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 一定有受到来自我 一定有受到来自我 谢谢大家 下一位 真的很好听 就是完全被你移住了